趁这个时候我也想了解一下你们西湾河,宜兰盛会的来龙去脈是怎样的 因为过往我第一次接触你们都是在球场 那时候应该是07-08年左右 因为初初我也接触沙基湾宜兰那几个宜兰盛会 我三个都跟过了 当时也很特别,觉得你们的做法是有点不同的 那时候我不清楚你们跟太古船路有点渊源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下 因为我知道的时候其实都是登记 那些人开始说起历史原来的伯伯婆婆说原来是太古船路做出来 我才知道其实原来是有关系的 之后才再写箱出来说原来是有关系的 所以就不是很清楚 听你这么说就是它的源头是太古船路 但是现在你们里面跟太古船路的渊源就不太深了 你里面没有太古船路有人在这里了 是的,因为我们这里有些直理牌 就是以往的直理人的名字 其实有些是那些就是太古船路的人来的 譬如那些科文或者不知道什么的那些人在里面的 但是就是变我真的没有见过 可能去到我接手的时候或者我之前入行的时候 就已经那些太古船路的人可能已经不再在里面了 那个今届你们的流程都是恢复之前这样做的 就是第一天就是全真的破约 第二天就会有山花破桥 还有有这个所谓叫做跳火圆 我们说的,我们逐星期就是破约 第三天就是这个 是蔡莲巴,第三天,是不是 但是三清是一样,同样都是这样 哦,那真的很吸引 是的,因为不会改的了 因为我接手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就不会再去想着更改任何要改的东西 我都没有改过 一直都是我接手是怎样,接手是怎样 是的 好似的,其实你们最精彩的,就是我看这么多 就是我对于读教的波尔,我也有研究了 郭师傅做的山花真的很精彩 哈哈哈,我也最喜欢看第二天的那个 是的 外面是很少人这样做的 就是做得这么好传统的一种正一散花 就是我们看到那些是穿那个 所谓叫做散花那套衣服 那个灵营那些 灵营那套呢 真的从来都精彩的,我看这么多摄牌 哈哈哈 是啊,但是第一晚就一定是冷清 所以有些人 例如有些人摄影那些说冷清 我也接受的,因为没办法 你第一天,第二天的人多数都是聚在第二天那里 看第二晚的表演 那个仪式更多 而且是会过桥的,过桥你要那些所谓叫后人 那一定是黄祥的,一定人多的了 哈哈哈 是啊,是的 那么我另外也想问呢 就是因为以前西湾河渝兰盛会呢 就很兴旺的 就是看回报纸那些 那就是因为呢 以前有很多条山村在附近 那又有太古船路啊 那之后就 城市发展了 那么很多山村都搬走了 那我又想问那两位呢 那么多不多一些 以前在这里住 在现在搬走了的 回来参与这个活动呢 就想问一下主席和阿异领 有没有认识到这种街坊呢 这个应该是我答的 因为应该是西湾河 他们会集中在西湾河桥底那里找 就是找回 因为我们历史就是在那里摆档 他们如果是旧那些村民 多数都应该会知道 我们要不就上回址 要不就去那个位置的了 那他们有没有参与呢 他们是会过来 就是去到很远 因为我听 就是以前的山村那些呢 都搬了去天水围的 那你说其他 其他山下来的那些是有的 就是以前住在那里 住在山上 他们都会说一下以前怎样 你婆婆啊伯伯啊都会过来说一下 以前住在上面啊 有什么 就是很惨啊 这些村是怎样啊 这样他都会下来说的 所以我那个调底都挺多的 基于什么原因你要出来 在这个球场那里举行 一来三年里面在那个会址那里 其实就 你因为少赢了呢 你不会说 亏好 又不会亏 又不会赚很多 但是 一早已经其实有个储备 就是觉得 三年如果疫情完了 就一定要做落球场的 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的心愿来的 就是 你走去街那里 每天都其实年头新年 你已经问 他们已经问你 今年能不能落球场啊 今年能不能落球场啊 你的心里其实就是 很想做 因为你 很多人说了 你的心下就觉得 好像不做好像 不知道怎么样 除非你真的是政府不给你 你政府不给也没办法啊 但是 政府给你你不做好像 好像对他们很失望 还有其实我们这里会只做 也不方便的 其实有很多仪式 是没有了的 就好像 像散发啦 跳火坑那些全部都没有 那是信息了很多 那都三年了 我觉得应该是要 足够时间给他们下去了 我又没有想过 今年是试水温的 就是觉得 蝕就预了了 是的 没办法 但是就 想做下去呢 因为 你政府 不是政府不给 那我就觉得就要串 是的 主要呢就是 MIRROR那个事件呢 跌了 那个电视机下来之后呢 康民署所有的东西呢 都 管得很严 严到呢 你根本不会想象到的 那就是每逢你所有的 什么牌都好 他都要整个这个 呃 朱小姐那个叫什么 结构 结构工程师 结构工程师 结构工程师的牌 那这些牌呢 那时候可能是值万两万元的 但是 这个 之后呢 因为这件事件之后呢 那些结构工程师那些牌呢 可以升到十万八万的 那所以如果我们说 不是不可以回答的 而是价钱是贵了很多 是的 康民署事实是 就是 招数是辣了的 不过我都经常都觉得 事在人位 呃 有很多东西可以转变 就是总之要对那个 对那个法事里面 所有的程序 所有的内容 是没有改变 只不过是我们的 呃 装修有少少 改变了 那我们今年呢 其实今年我们都 和朱小姐商量了 很久很久两个 又要就着那些钱的问题啦 那又要就着 每一样东西啦 好像那个化宝奴啦 化宝奴我们 如果去问那些 那些批判员那时租用呢 是成 一万元 一万元有特别 一日的 一日的 那现在呢 就是原来发觉都不是贵的 因为我们现在呢 自己弄的都很贵 很贵的 如果现在我们自己弄的化宝奴都很贵 所以呢 很多东西我们都做得很辛苦的 不过都是说回那句啦 虾在人位 如果有心去做的话呢 我觉得是应该没问题的 朱小姐有什么补充呢 今年是你整个程序都不同了 就是你比起以前做 我不知道是因为三个会一起做啊 还是 变了单独一个做 变了因为以前其实 不需要那么繁复去每一个部门 去申请或者交代任何东西 多数是一个会议 我们三个会 接着加政府各个部门去开会议 那去 去结果那天就会 决定了些东西 这样 譬如有什么事项要交代有什么 都是那天会议说了 但是今年就不是了 完全没有开过会议 完全是靠电邮啊 申请啊 怎么书信啊 这样 去交代那些守质啊 整个那些东西 而且又真的难了很多的 真的 真的 但是我觉得都是 好像郭小姐说了一句啦 有心做就 做到啦 是啦 嗯